好 中国现在很多省份水患成灾 不少灾民在问的是 不是花了四兆来治水吗 这些治水的钱 难道丢到水里头去了吗 为什么没有功效呢 上个礼拜我们曾经带你来看 陕西有一个高速公路 这个明明还是蛮新的 结果遇到大水之后 整个高速公路断了 我们眼睁睁看到很多车掉到水里头去 当时伤亡的状况不明 现在最新的数字出来了 25辆车坠毁多达有43个人死亡 这条高速公路桥 花了433亿台币做的 不到一年居然断裂 所以现在中国人民 很多人在问钱怎么花的 怎么处处都是豆腐渣工程 郑州之前在去年 有一场大水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睡到淹死好多人 那那场这个 郑州最近又大水了以后 他们花了135亿 那么去整治这个所谓的金水河 结果河道被洪水 冲出一个巨大的缺口以后 那么结果也被人家发现 他们花钱的方式是在河道两边 贴磁砖 有 当时我们还有报道 对 没错 很离谱 还在河道两边旁贴磁砖 公安排天下 这个贴磁砖的过程 可能就是一个浪费公帑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这个 是不是官商勾结 就没想到连日好雨而已 金水河的河堤 30分钟就溃堤 除此之外 我个人觉得更毛骨悚然是什么 最近高雄大水不是有 也有社区大楼的地下三层的 都被淹水 那个停车场都被淹水 因为水淹得很可怕 但是在中国他淹的可怕是 淹了水了以后 在地下停车场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手印 这是那些车主 他在淹水 要淹死的一刹那 对不对 他手扶着 你就知道整个 因为那个地下停车场的 这个相关的天花板 一定还有一段距离 表示他整个扶起来 整个那个水冲进去了以后 他连逃都来不及逃 他想逃 所以人的天性就是想逃 手会扶着这个天花板 想要扶着 想要这样做 上面一大堆的泥手印 出现在这个天花板上面 你可以看到那个天花板 离那个还是有一段距离 但是你就知道那时候 水有多高多深 然后重点来了 这些泥水印的车主 人啊 人啊 对不对 人到哪里去 你一定是凶多吉少 人到哪里去了 那么反而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对不对 反而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就淹死在这个相关的车道里面 除此之外 也就是陕西宝基的这个高速公路 花了花了 总共36公里 花了433亿打造了以后 水来 这样就放掉 我问你 事实上是没有错 这个陕西是下了好大雨 随便下一些好大雨 就可以让你高速公路的桥 整个全部断掉 这新的桥 天啊 是新桥 这新桥是这个样子 那我问你那其他的工程 其他工 不要说其他工程 就这座桥好了 现在断了这个桥面 对不对 那另外没断了桥面 你认为它的品质 会比较好一点吗 所以事实上是告诉我们 一件事情就是偷工减料 跟豆腐渣工程的可怕 那么除此之外 在东莞的巴达路 也是一样 地层突然间下陷 就是我们俗生的天坑 这个天坑还蛮大 十几公尺 十几公尺长 两公尺宽 这样子就变成一个天坑 整个就是天坑 所以你就知道有多可怕 这样的一个现象有多可怕 另外其实在新疆也是一样 那么新疆也是发生同样的状况 也是这个伤红爆发了以后 甚至于连这个救灾的人员 有五名救灾的人员 直接被冲走 被这个相关的水冲走 你看在很多的这个 这个车辆受困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抛绳枪了 还是无人机 把这个抛绳枪给弄过去 让绳索可以你绑在身上这样拉过来 或怎么样 可是中国毕竟他们在救灾的部分 不肯花太多的钱跟科技 他们在军事上面花了很多钱 很多高科技的武器 但是在真正救灾的部分 还是不行 所以单单这样子 那么他们号称 号称说 那么投入了四兆去治水 但遇到大雨了以后 一样是这样淹水的 那除此之外 就是包括重庆也是 整个高架 整个放下去就对了 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整个放下去就对了 重点来了 那么这官方说 这是变桥 所以变桥断了 艺术那也说变桥断了 刚刚好而已 我问你一条架 起来后应该能够撑多久 一般至少要五十年 这个花了那么多钱盖了 中国最近哪有一个爆破 跨江大桥 瞬间爆破很漂亮 很壮观没有错 很壮观对不对 问题是这座桥 江西极安大桥 才开通二十二年 那为什么要爆呢 二十二年爆掉 为什么要爆 因为他要另外花三十三亿 盖一座新桥 钱有那么多吗 所以要把它爆掉 爆掉以后盖一座新桥 问题它才二十二年 一座桥理论上来讲 至少要能够撑四五十年以上 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 就把它给爆掉 为了要盖一个三十几亿的新桥 钱就是这样花掉的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习近平发现了 中国经济蛮难救的 所以为了要改变外界的形象 他新任了国务院总理李强 李强上任的时候 为了表达拼经济的决心 不是千里万里的要追回马云吗 好不容易马云被劝回来了 劝回来之后 最近前几天七月初 我们看到马云现身了 是不是民间要一起 跟着政府来拼经济呢 没有想到马云真的又受骗上当了 这一回现身之后出大事了 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 这个马云原本以为回到中国大陆 是真的李强说服他要回来救经济 因为毕竟过去两个人的关系 那他也回来现身在杭州的总部 大家看得都非常的高兴 你看员工倒好开心哦 拍照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 就要出意外 为什么呢 对啊 为什么 实际上你会发现原来 我跟你讲这个新闻已经爆出来了 热搜也都在讨论了 原来马云跟孝建华 还有赵薇 原来他们有一个秘密账户 在做非常关联性的投资 那这个冒出来的目的是要干嘛 我们先看一下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场合 大家都穿得非常的轻松 然后吃饭 马云 孝建华 实际上你代表这是一个什么 一定有谈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它的关联性一定是让大家觉得说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资金 果然 我跟各位讲几个重要的一个投资 包括在早期2015年的时候 马云去投资一个叫 云丰证券 后来就叫云丰金融 是非常重要 他在证券操作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 背后的大金主是谁 就是肖建华 肖建华是谁 肖建华就明天系的创办人 肖建华到底是谁的白手套 他是曾庆红跟刘云三的白手套 肖建华 大家知道曾庆红不是就 立件习近平吗 后来骂他怎么另外一回事 但是当时真的 曾庆红是非常挺习近平的 所以肖建华最后就被谁御用了 就是习近平 为什么 因为其实市场上都知道 习近平的姐姐 很多钱不是洗到国外去吗 谁操作的 就是肖建华 所以这很有趣 大家 所以你看为什么 马云 马云就是江泽民派系不是吗 那为什么江泽民 似乎已经被斗掉了 马云没事 很简单啊 肖建华 在背后投资他 肖建华背后的资金是谁 其实是习近平 所以到目前为止来看 这中间的一个关系是非常的紧密 好 那我再给各位看一个这个照片 这个是赵薇大家都认识 环珠格格 这是他先生 所以你看美丽的女孩子 喜欢的男生都是 可能是比较有才华的 然后所以这个是他先生 黄有龙 你在看这张照片 有没有注意到 谁站在马云的旁边 赵薇 他先生不是在这吗 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就他们之间关系的紧密 之前赵薇投资了四亿美金 9%的股份持有阿里巴巴影业 那很多人就说 那就是赵薇去投资马云 对不对 其实不是 其实背后的资金是谁出的 肖建华 甚至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肖建华的明天系 还持有0.1%的 蚂蚁金服的股份 算下来目前大概 还有值三亿美金 那这些钱就是肖建华 不是 他背后用很复杂的方式 包括黄有龙 赵薇其他 还有非常多的一个人头 在持有这一大笔钱 这背后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这是我们讲到的 谈得到的资金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还有多少资金 是透过这种人头户的方式 海外账户的方式 去交叉持有 包含蚂蚁金服 阿里巴巴整个集团 所以马云回来到底要干嘛 我相信背后的这些资金 最后要理清楚 可能通通要收回去了 这个是我觉得后面 还会有一波风暴 大家要注意 就目前来讲 孝建华是还在牢里 判13年 那赵薇之前是被 香港证监会是说 你禁止交易股票 被冻结是5年 然后今年4月到期 时间到了 算是解禁了 可是为什么一解禁 马上这个新闻又冒出来 后面一定还有东西要查 那一直以来我们也发现 因为赵薇其实就是 孝建华跟马云中间的白手套 孝建华本身是白手套 那为什么中间还有一个白手套 因为背后习近平的身份太敏感 完了我知道太多 我讲太多了 对啊你讲那么多 那孝建华如果是服务于习近平 为什么又被抓去关 因为就他知道太多了 所以你下次敲我不到通告 应该就大概离钱 因为知道太多 你要发不自杀声明就这样 我必须要先讲清楚 钱赚那么多 不能随便自杀 太伤老机 所以我觉得孝建华现在的身份 非常的敏感 因为习近平在做两件事 第一件是抓贪腐 抓得这么重 你们都不能贪嘛 对不对 还有所谓的 所谓的所有的太子党 你们所有的投资 你都要干净 然后你钱都不能移出去 再邓小孩 两件事 你算是